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多坎坷 做多三样东西 负资产 浓了 然后现在还要感染了 如何形容呢 第一个 负资产 变窮人 然后竟然潜水一百万分之一的机会 都可以令我浓了 而且这一世都不会听回 很自然是一个废人 接着第三样东西 就是无端端好人好者去厌员 就告诉你末期癌症 没得医的了 就变成了死人 先讲讲香港的特产负资产 当时我没办法想得明白 就是 为什么我给首期的钱 没有了 我供的钱没有了 我想不要那层楼 然后还要给钱出来 这个令到我 心里面有很多事的愤怒 当时对我来说 我真的觉得什么都没有了 不得只 还要加上一百万分之一 被我中了的 这一世都变成龙人 其实那个打击是大到 因为以前我还会觉得 人只愿意努力 你靠自己 留得青山在 哪怕没有柴燒 但去到龙 我对女子完全没有信心 没有一个 几亲的人都不明白你 很多的 说不出的辛苦 因为 人家不明白 人家不明白的时候 我就要装 多一个人 你每天处身在环境里面 你是要去猜度 究竟发生什么事 你坦诚告诉别人 人家不明白你 只是叫你不要这样 不要这样 你也没有赚钱的能力 没有生存的能力 也没有人跟你说过一句 要不要我帮你 当时 对我来说 是 比 肉体的受伤更辛苦 所以为什么 我去到后来 癌症的时候 这么轻松 正正因为 我的耳术 再加onton够年 我们以这个症 我也感到 我终于 就像信仰说所说的 人的破碎令 我借着这些事情 将我 Erica抬 humanities 去尋求生命究竟你要的是什么 你的意义是什么 因为我一定要比绝别人更加认真 因为我很多不明白为什么 为什么个人会这样对你 为什么事这么不公明 为什么我一路都没有做过任何的坏事 我每一路都这么努力 为什么会这样 当我不断去尋求的时候 就像圣经所说 尋求也就尋见 敲门也就开门 再加上上帝真的很好 我想是苦难多 恩典更多 恩典多 使命更多 在我未有抑鬱症之前 上帝很清楚给我一次的祈祷里面见到他 他的说话是帮助了我去渡过很多难关 他说 首先第一件事我看到很光亮 很光很光很光 光得是不双眼的光很光 然后 然后 他因为不想 光太光 和我有距离 他慢慢慢慢变成 变成 慢慢暗下来 慢慢断光 他变成 一个人 理想的耶稣 很朴术的耶稣 然后他开声 说我第一句 他就说 我很渴求你对我爱 其实我对耶稣的爱 已经有很多 但是他在讲的时候 我就想 为什么一个 万主之主 万王之王 神的独生而知 竟然说 我很渴求你爱我 在那一刻我真的完全被他 融化了 然后他抱着我 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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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跟我说 你要记住这种感觉 将来 无论任何的事发生 你要记住 我跟你一起 一切临在你身上的事 是先刺痛我 才去到你的地方 这件事是19 2006年12月发生 我2007年的2月 我严重的抑鬱症 在这个抑鬱症里面 是很痛苦 因为我知道 我不应该不开心 我知道不应该这样 我知道 但是我没有办法出道理 我平时要帮人 去辅导人的人 我自己没有办法帮到自己 我只觉得我不知道 怎样面对 我只想睡觉睡死他 睡觉是不会睡得死的 我知道基督徒不可以刺杀 我不可以这样 但是我真的不想面对 但是原来很多时候 我们以为我们自己面对不到 是我们靠着我们自己的肉体 用我们自己的方法 当然 那个关系很不容易过 但是我终于过了 因为当中 我不断地去想 我生命意义是什么 我当然我不想在这里跟你说 我生命意义是什么 但是 当我经历了这个 这么宝贵的经验 到2010年 我知道癌症的时候 我真的很开心 因为我知道 我走快去一个 更加美丽 更加好的地方 而这件事实实在在存在 因为在那几年里面 我不断地在那里 真的好像信礼那样的磨练 我知道这件事的时候 我觉得 我真的 考试合格 可以回去 不单止拿文憑拿奖 所以你们不用担心我 我真的觉得 死不可怕 最少死了 你都不知道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有所遗憾是最可怕 如果你想做到人生无陷的话 好好去生活 好好去爱 不要被自己后悔的机会 我知道你们会不舍得我 难免的 你会想起 但是我想你们想起我的笑声 想起我的痴线白痴 但是我想你更加知道的就是 我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如果你想见到我的 很简单 顺眼送 得温生 些人 我もう多 say 你会不会去哭 我会想起他 你会想起我 我快就像我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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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快就像我我在这 全年太冰冷 在这梦里有主的爱 别再厉害 1月4日 星期三 下午4点半 我和老友Jero来到医院门口 我会第一次见到他 我一阵心里只是想着 病到癌症末期的人 会是怎样的 不似人形 也说只有半条名 Jero还开玩笑地说 我们会不会在医院门口 遇到救制队呢? 其实 两星期前 老友Jero突然叫我 帮他一个好朋友 拍他的死后留言 说再见的video 真的从没想过 还没做过这一类工作 我拒绝了 我在10年6月的时候 我知道自己 有了末期癌症的时候 我第一个反应就可以拍见证 真真实实 这个不是戏剧 我又不知道我何时死 我为什么不趁我自己 现在还有力 还可以透气 还可以说话的时候 我就做了这件事去 我觉得不在乎生命的长短 而是生命的质素 现在我觉得比你很多年名 那又如何呢? 现在反而我知道 我的生命不会很长 我那种活在当下的珍惜 但又不会很用力 很自在的 是很开心的 我是第一个知道 Jacklyn有癌症 那你说我可以有什么反应 下一条 我说是癌症 然后我的脑子 响音我 上帝早有预备 跟着歪歪地 不断都是这句 不断都是这句 然后他很快就给我的信息 就是过去 那么多事情的发生 令到你今天 可以有能力去面对这件事 我不记得哭了多久 我想了好一段时间 可能是 一路一路讨告 因为我知道 除了医护之外 我想是神罪帮得到他 我们常常都互相鼓励 总有我箭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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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一刻想 我的糖尿病 都是胰壮有问题 他箭底的方法 用到那么尽 有没有搞错呢? 我记得差不多下班 收到他的信息 多谢你们 好像他一贯 有哈利路亚 感谢主 我看看 当然没事了 看到最后一句 登登登登 不知道中招还是中奖 我得了乙壮癌 我由开心突然 突然跌到谷底 我很忍不住 我很辛苦 我回到我妈妈说 我妈妈不要了 她不舒服 有很大的问题 那我 我和我妈妈一起祈祷 我想一起祈祷有力一点 神有一个特殊的恩典 神的恩典一种是 把你从病痛中拯救出来 一种是你仍然在病痛中 但是却没有病痛的这种伤害 它是第二种 我觉得我现在可以做到的就是 我以前曾经 我以前曾经很渴望 有一天 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我可以大大声说 那美好的仗 我已经打过 该跑的容易跑的 我想 这一场仗我打了 我要走的 我也走了 我不知道 世人的眼光不重要 但我觉得我有下场 好好去打仗 好好去跑 所以我就觉得很开心 我经常很喜欢用一种昆虫 形容自己 蟑螂 蟑螂生命力极强 你用什么的 杀虫水都杀它不死 因为它撑得很厉害 因为它撑得很厉害 但是你发觉 蟑螂一样东西 它几千万年来 都打它不死 但是一样很惨 它没有进化 我想以前的我就是 好 撑撑撑 什么都撑 但是 我用了自己的方法去撑 其实我心灵上 反而不太好 但是到我现在 生命真的来到 人所说的尽头 绝处 但是反而 我发觉我心灵的 这个账户 原来都挺满的 原来我没有心灵负资产 因为现在就快圆场的时候 我觉得我这个上半场 可以打得非常顺利 就是猛一猛一猛 又乌龙入了球 不知道为什么要赢了一场球 例如我是 傻傻傻地入TVB 那我一直 连续在TVB的四年多里 未试过做配角 一直都做女主角 那真是 狐狸糊涂入了很多球 TVB之后 找了第一桶金 在台湾拍电视剧 那接着回到香港 亦都乘着当时的 很多去马来西亚拍剧 新加坡的第一个电视电影 因为第一个 于是酬劳金也很好 然后在电视电影的全盛时期 我可以一个月拍四部电视电影 我每月 基本收入已经是超过六位 已经是六位数字 所以我怎么会想到 之后下半场 要补波中 要加速 踢得这么辛苦 一直以来 我都觉得 她这生意很顺利 一切的 但是后来 我知道她得到这个病的时候 我们都很担心 1997年 富枝棧很明显成为一个窮人 接着 1999年的潜水令到我失聪 终身残废人 到2010年被诊断末期癌症的时候 就是一块死的死人 其实1997年 所谓负资产临到的时候 对我来说是很伤的 那个商是 投资出去的钱没有了 股票变为废纸 无论现金那些 都所托非人 就是变成为了 为什么我好像回大陆排外剧 我什么都没有了 其实我 我自己都觉得很过意不去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 她的问题 比我的问题大很多 所以证明一件事 就是说 阿娟 她 她无论发生什么事 她除了坚强之外 她都很为人设想 这个穷人令我没有了一种安全感 看我还是那些 我为什么相信耶稣 这个人就捉住我不放了 我当时觉得 什么人来的 我信不信耶稣 关你什么事 你不断整晚捉住我 关的 你有没有想过生命的意义 因为当时我有几层负资产 我有没有想过生命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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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认识 Jacqueline 我们是艺人之家认识的 当时我也是初信 她也是初信 我记得当时初信我们几个人 她是最多问题的人 她不单是多问题 她还很批判性 很质疑这个信仰 她的确很多事情都会问 不过她问的时候 其实态度不差 她又不是挑逸你 不是踢管那些 她只是有些事情在里面 硬着硬着 想不通 就不明白 你们这群基督徒 为什么会是这样 温暖是这一国家 愉快温情满一家 住一美出废 戀与心窝里 寒夜不会惧怕 她是想知道很多事情 所以很多事情她真的不明白 她就问到读 有时会令到人 因为她突然其来的问题 令到人挺难回答 所以都会是 最初是挺大的挑战 但我觉得挺好的 有时她问什么问题 我都会想到 我都没问过 她挺大胆的 有面来 有面来 没择啊 不潮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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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大怨 不爱真性 不虚假 或者这么说 她信 其实真的不是她理性解通了 其实她真的在生命里面 感受到上帝 觉得上帝由外 然后在乔宏先生的追思礼拜 那里信主 我们叫乔宏做爸爸 在她喪礼里面生命感动她 明天 今天 有你 纪念 在前面 总是万个挑战 因为潜水令到我永久的伤残 其实这个伤残对我说很辛苦 就是因为你不会痊愈 这件事真的将我彻底打碎 因为你没办法再靠自己努力去赚钱 我记得我有问过她 我说你不拍摄 我想她外人是不会告诉她 其实她拍不到 你不要说赚钱的能力 你连求生的本能都没有了 因为听过一种求生的本能 但是她不至于死 令你生不如死 那其实你发觉 Jacqueline她就算多不开心 要是你真的跟她接触的时候 她可以揭示你 但是 表面上 基本上一般你是看不到的 我这个废人 有一个暗境的废人 第一 我不惯要开声 要求人帮我 因为从小到大 我有什么都自己选择 那这个是一个好的地方 就是 她无论在任何我们的环境 她都可以很頑强地继续生存 当时我还没结婚 我也不会跟任何人说 我不会跟任何人说 我不行 你帮我 你不可能一个人生活 你要跟外界接触 很想见人 也很不想见人 就是那个矛盾 去到很辛苦 拉扯到我 很辛苦 是我最关心的人 身边很关心的人 都不了解到 我记得她形容给我听 就好像自己在一个很黑暗的地方 里面 其实基督徒也是人 我们基督徒都会经历一些很害怕的时候 当然她也是很经历 但是 之后她怎样去挥回神 就是这个的经历 我觉得实际上很奇妙的一件事就是 我不知道自己需要这件事之前 就是因为我预备了 就是当初一架Marcade 是一个很美丽的误会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以为自己做代言人 我九九年的五月加日 我十月三十日开始出事 而我为什么还会不放弃的原因 就是我记得我出事的时候 那些女孩想办法找我 找到我的时候 在电话里不断地哭 那时我听不到 因为她心里面的钟爱 对人的钟爱 影响了我 那客戴到阿娟 她在生命里面 她身上住 她是有诡辩 牧师一次就跟我说 你要做Marcade 是神要你做 为什么要我做Marcade 我完全想不到 但是我说 OK 好 我很幸福 因为我经过被牧养之后 其实很多真理我知道 她有个根据 叫做走过 走过 别放过 总之要把握机会 和一些未信的人 把福音说给她 因此我亦都因为这样 而变乖了 如果想到她的话 我都觉得我们的问题 不算是什么问题 其实在我生命里面 她都是一个挺重要的人 挺重要的就是上帝 她将她等在我 我一直在走音乐 但是为什么 挪卫娟会出现在我生命呢 大家就成为了很好的同工 一起去侍奉 那这个时候呢 我就觉得 我有一个责任告诉她 原来 美女可以是可以帮助女性 更好的 更美的 不只是外面的美 更要紧的 内在的充实 那我就鼓励她 那在06年的时候呢 我在Mary Kay的职场里面 是被视为 最有机会成为香港 第一个销售队伍的最高的职客 叫NSD 首席督道 原来不是考我 是考我下面的 而其中一位呢 她的业绩因为不是很稳定 那我就说 不如呢 我和她一起 再又开始 打好基础去做吧 她不明白 因为对她来说 你要升职 和我什么关系呢 那时我心里面 为什么你不肯努力呢 现在你这样算了吗 那她很生气 那我跟她老实说 老实啊 为什么这样的 心里面还在想 为什么这样的 为什么这样的 不是你要我做 为什么这样的 很清楚的声音 你爱我吗 我爱你 你知道的 我爱你 我才会做Mary Kay的 如果不是我没有可能 全心全意 这样下去做的 然后第二次再问 你爱我吗 我当然是爱你 你知道的 那我都要搵吃的 我都要生活的 很正常的 然后再问第三次 你爱我吗 我就不停地走 因为我知道 我不是不爱神 但是我都会很向往这份工作 能够去到某个位置的时候 是给了我非常丰盛的收入 在那一刻我立刻哭得很厉害 流泪到趴在地上 我心里无神救 我说有一天 无论我在这个职场里面 我拿到多少风光名利 一起 只要你清清楚楚 告诉我 你要走 我立刻走 末期癌症 我想这四个字就是 原来死 那么近在你面前 其实真的完全感受不到 有任何步向死亡的感觉 你是感受不到的 神真的不会让我承受不到的承受 你想想我接近打了六十针 我还没有吐过 但是有一些是我想不到的 我想不到是会血流成河 我一早上拆下手 我只能一边拆 我扭得它 我扭得它的鼻血是这样流 这些是这样流 我只看着脚 我看着面盆 我扭得太多血 那流血会不会流死 但我知道是不会死的 还有就是 有一些很痛苦的 是没有人知道的 就是生非痴 整个口 舌头 旁边 不得及 我从来没有想过 在四处会生非痴 然后脱头发 我脱头发 这个反而对我来说 我可以接受到 我就是 在这么差的时候 我还可以 开一周年的感恩会 我不知道 我有没有机会 可以 做个告别会 今天不是个告别会 但今天我觉得 有很大的感恩 就是我还可以站在这里 和我说 我希望我生命 可以影响到我生命 除了过去的一年 我可以说 我这么多年 chapters 银行 随便给我们 不利感恩 再给你一年一留好救护 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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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背后我们一定会 既然你那么信奉主 为什么主要给你这么多磨难呢 我是觉得对他非常不公平的 我想我今次能够这么安然面对 我很感谢牧师的教导 他真的教导现在是一个挑战你的信仰 是不是扎根的信仰 其实很多人信耶稣的 我不是说我自己很聪明 但是我很感谢主是我有机会 遇到一个好的导师 他给我的好的教导 我觉得正正在我这一年多的日子里面 我就是原来我学到的东西 当你信而且去合 你就发觉全是真的 我记得在花莲的时候 我们有一晚临睡 他睡在这里 然后他跟我说 以后我要发现什么妆 我离开那天 我又要怎样 我又要做一次来看看 你想怎样笑 你的眼睛想怎样笑 我们是可以坦诚到这样去面对一件事 我觉得 你现在说得清清楚楚 你究竟眼睛想有多浓 你想要一个什么嘴 我现在未必千眼睫毛 因为我开始生了一点 但我嘴千万不要太红 很假的 因为我们的小组已经没有聚会 Sharon在拍电影 你来我们的小组 我来我们的小组 夏牧师就叫我去你们的小组 我去祈祷 他很认真的 他在祈祷跟我说 我听不到我 我聋 夏牧师告诉我 他说你去祈祷 Semi说我愿意为你死 我去祈祷 我说我为什么 为什么他愿意为我死 夏牧师教我 他经常教到 其实圣经里面说 其实你爱父母 爱一些很可爱的人 或者你应该爱的人很容易 但是你去到某一个位置的时候 你能够为你朋友去写身 其实这是很美的事情 那一刻我有过这样的感动 而且我经常觉得 有了宗教信仰之后 更加觉得生生死死这种是必然 但是最终怎么走 为什么走 在临走之前 你可以为世界 或者为你身边的人 做什么 这个反而是重要的 有时候我们做姊妹 我们做主来姊妹 都未必可以做到什么帮她 我觉得很多时候 大家一起同喜同悲同哭完之后 你会更加疼她 或者你会 可以给到的就给她 但未必可以给到的 其实不需要多言 因为我已经知道了 但我其实在这个 好像有限的生活里面 我享受了很多内在 说不出的快乐 我觉得我自己 在人的有限 和神的无限里面 在不断平衡 人有限是人都知道的 加上现在这个状况 我是一个病人 更加有限 我很想去做 我做不到 有心无力 但是人的潜能 又是无限的 究竟你这个无限的潜能 你是用意志 用肉体 用血气 还是靠上面 这个说话我自己说了很多年 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很自在的感觉 就是我越来不用自己的血气 不用自己的方法去支持 所以我很舒服 我没有想过一个患这么重病的人 都可以这么有力 和人传福音 我学了一个很好的功课 就是 We do the best God do the rest 这个best 不是支持住 很努力的 而是 你自己心知 你真的有尽力 因为尽力 如果你没有兼顾其他的事 你只是很努力工作 我觉得这个不是神的喜悦 因为神希望 是我们一个圆满的人生 是人际关系 家庭 健康 事业 和他的关系 各样都有 我想我做对的就是 在这些年纪里 我真的把神摆得重要很重要 所以我想这件事 看到很明显 就是他的生命和神的关系 很近很近很近很紧 我怎么也捉到他很紧 我想这个就是 我自己有限 但是他无限 靠着那家 吸我力量的 我法师都留了 神未曾应许天上立 但是神应许常要我们同在 我根本不是看人生那么短 我觉得我们看永生 我不会那么近视 去看那么少的东西 我反而觉得每一件事 究竟在生命上 在永恒的国度上 他的意义是什么呢 他对于死之后的真理非常清楚 知道那反而是一个 进入到永恒里 是一个人生最终的更美的境界 在祈祷的时候 他就问我 那你想不想看耶稣 很想 然后很快 我就哭 哭了很久 你看到耶稣吗 我看见 然后我哭得很厉害 因为在我的脑袋里 耶稣是什么 整个很光很光的教会 慢慢变成一团 有一个整个地方很光 它变成一团光 然后这一团光 它慢慢慢慢 那个光慢慢淡下来 原因是 它不想吓到你 它不想觉得它高高在上 然后这一团光慢慢慢慢 好像一个人的形 慢慢慢慢描清楚 变成地上穿得非常朴素的 垃圾垃圾人耶稣 我不知道我自己哭了多久 接着是一位师问我 你想跟耶稣说话 我说 然后我就听到 你像很温柔的眼神 很温柔的眼神 很温柔的 好像很渴求 爱 愛 對她的情人示愛 所以因為她生命 去到這些 我們說的限制 去到邊緣界線 去到自己最盡極限的時候 反而她容易 去觸碰上帝 我自己每次跟你聊天 或者見面就算見面不多 但經常通過 SMS 但也很讓你可以 牽動我 是啊 這樣也值得一點 所以千萬不要把 所有的聖徒當成超級 我們都有不好的地方 我們都很壞 我們知道自己不好 更加需要神的恩典 去射面我們 去不斷改造我們 我們也有軟弱 不過在軟弱的時候 我們很幸運 我們經過祈禱 我們有能力再爬起來 作為朋友 很開心 好像到現在 她才夠膽 或者懂得找回自己 而可以活回一個自己 因為我覺得神給我們最好的禮物 就是他如何創造我們 其實是一個很原本的我們 但我們一直活下去的時候 就是我學了很多東西 經歷了很多東西 有很多打擊 那就活了一個自己 要有殼在外面的自己 但其實神希望我們有了他之後 就拆掉那些殼 全放下來 就做那個最原本 最真實 最可愛的自己 不用怕的 我覺得他 就做多了很多那個自己 所以我覺得他開心了很多 在他病的過程裡面 你真的看得到什麼叫做 什麼叫做信 他有一個令我很佩服的地方 除了開車之外 他信心的功課很大 我看他在過程裡面 他是沒有質詢過神任何一句 每一次都會想來 你和Jacqueline 為她討告 或者想安慰她 但自己反而被調轉 給她安慰 而你在我眼中 好像那個光 你的生命 好像神給我 好像魂彩一般的見證人 你是見證了耶穌 為什麼 可以把又窮 又肥 又死的人生 講到這麼輕鬆脆和 好奇心 令我 改變了主意 參與她這個 告別的影片 生命的沉重 心靈的輕盈 Jacqueline很喜歡我用這十個字 形容她 我相信認識她的人 都會同意我這樣形容她 她的確是 有喜歡的工作 身邊有一大班 良師益友 和心靈物友 她生命即是短暫 但是圓滿 看著她的笑容 我知道她 是很幸福地離開的 如果沒有神 你有沒有想過 如果你不是有神 在你的生命中 你是會 一模一樣發生這件事的話 好 我只是聽到她說 如果沒有神 我就沒有電了 來… 紅年時話過 一生到盡頭 也願意 牽著你的手 來… 我老婆… 我一生 他會想過 可以 請我 可以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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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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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